台湾问题也是一样是吧 我国内网易统计 百分之八九十的中国大陆网民 支持武力解放台湾 这个我看了出来还心是吧 我是坚决反对台独的 但是我不支持武力解放 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中国人 支持武力解放台湾 我只觉得我所在的并非人间是吧 都是他妈中国人 能过一块就过一块 过不了呢 我们既然是我们的国土 想办法给他要过来 经济上压几几对他 总是把他抢过来 你不能说是用武力解放 都是中国人把他全杀光了 你有什么好处 还有人提出一个贴子说 我们用几颗原子弹 给他炸成一片焦土 然后就回归了 他妈的回归完了 全是辐射 你要他干嘛 疯狗吗 不是 还有台湾也不是那么神圣 不可侵犯的 其余思考的知识分子 不用找什么海外 什么反动资料 你就自己在任何一个国内 可图馆查一查台湾的历史 就明白了 学习其他民族的历史呢 应该对自己种族 自己国家本身的历史 形成一些反省 你们学犹太 印第安人的历史的时候 看到白人跑到上面 对无辜的落后的印第安人 烧杀 抢业 坚衣 什么坏事都做绝了 我们只是一百多年来才落后 海党 祖宗上 中国人既只是巨牛无比的强国 你想想有没有可能没欺负过周边的弱国 有人说 没有 我们中国人勤劳善良 永远 从来不欺负人 只有被请别人欺负 然后绝不 绝不受欺负的这种坚强品质 有可能吗 人就是那么回事 中国历史上强大的一千多年里 甚至两千多年里 有没有可能没欺负周边弱国 去学学那些弱国的历史 全是被中国欺凌的历史 所以日本人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批评他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自己也没有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历史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日本人不承认自己的历史呢 我们对周边的小弱国真是上尽天良 所有的坏事我们祖先都干过了 干全了 所以你研究研究他们的历史是怎么讲我们的祖先呢 是吧 比日本人的祖先跑不了哪去 所以你要时刻反省自己的话呢 当然那时候几百年前了 你现在也扯不到什么了 但是你足够反省的话 你就知道日本人为什么会这样 是吧 说到台湾的历史 台湾历史 台湾本来是谁的 是不是中国人呢 什么他妈神圣不可侵犯 但是台湾土著人呢 跟印第安人一样 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 生活着一群善良而又落后的土著居民 他们在那或者南庚女子 室外桃园 桃园般的那种生活 直到几百年前 国王停完几艘大船 跳下来面目猙獰的坏蛋 叫做汉人 一上岸见着土著落后 上去男的杀女的墙 土地什么 房子收光 所有的坏事都绝了 杀了这帮人屁股尿流 打不过马落后 都躲到深山老林里 不敢下来 于是我们的祖先哈哈宁孝 给他起个名叫高山族 台湾来的高山族 你不要管他叫高山族 会生气的 他可能到了中国落单了 他不敢看怎么样 他心里是生气 你管人家就 他说欢迎高山族的朋友 是吧 他心里想你 他妈才高山族的 又不是猴子 为什么在山上过 都是被杀上去 不敢下来了 然后给人家起名 叫高山族 我还有比这更缺德的吗 全都一样 是吧 证实一下 我跟你讲的不是什么反动材料 任何一个图书馆 研究台湾史的著作 一查全都查到 根本就不需要借助什么海外的东西 我也不敢拿海外的东西 到班上讲 里面的人说我思想政治有问题 是吧 我不用 就国内的资料就足以证实了 这就是台湾的历史 所以台中分子说 我们天赋人权 要自由 要独立 神圣不可侵犯 大陆说这是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 妈的我要打死 两边都他妈神圣不可侵犯 说 高山族的原居民是什么心情 从山上往下一看 妈的两群疯狗 是吧 他妈神圣不可侵犯 这是对神圣最大的亵渎 是吧 有没有可能还给他 现在汉人在那已经比高山族还多了 这个也不可能还 所以正式历史保持心态健康的 面对国际事务 是吧 我们他会没想法 好 有激动 出来的激动 就是这样 是吧 这就是你理解的神圣不可侵犯 这是第七 再一下129页 可以